请收看 汇率法师 冯雪讲座 何以故 你来面前 你跟我怎么讲那个人多坏 我问你一句话 他的生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如果我明天我慰率法师要死了 那可能怎么好 他能帮助我什么 那可能怎么坏 那个能够害我怎么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什么叫做修行 你赶快放下这些不必要的牵挂 尤其是我们要从不造业了 你口业要清净了 你的我们造作生口要清净了 那么要不然 你的烦恼要更多 你想要妄力啊 就比较容易了 我师父的意思就是说 学果要学有智慧啊 我们一定要用智慧啊 你冷静想想看 就是师父的智慧跟你生死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徒弟你的智慧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可以残害佛教 你残害佛教我就找你 你弄到这个身份 我一定找你 你个人没有修行 没有关系 你也没有修行啊 是不是啊 我的徒弟 你这个人怎么样这么不好 他这个团体里面遵守规矩就好 为什么 你师父的生死不关我的事情 你不修行 那是你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怎么会那么容易 就把自己的情绪弄得很低潮 一下对师父有信心 一下对师父没有信心 一下这个对一下那个错 这叫修行 我告诉你 百千万千你永远都在轮回 什么叫做修行 很简单 没事 放下来 你讲啊 你一直做你讲 没关系你多厉害 你要把他影响 不可能的事情 你跟我说你把他叫一个口才最好的来 你讲哪一个是非 哪一个是非 你说你讲也别人不对 你怎么会说别人对 你自己不对你不说 没有用的 你听这个根本就不会准确的 而且是非恩恋这个世间的常态啊 你要去捡进去 你应该轮回不完 你会轮回不完 你会轮回 喝点 喝咖啡 没事 没事 你会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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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析一下嘛 对不对 是毁谤的人造业 还是被毁谤的人造业啊 当然毁谤的人造业啊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被毁谤的人是有福报的 因为他可以修行人路 哇 更好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些挂碍 这些伤害 没有用的 多余的 这些烦恼贪心 也是多余的 你就是行善 去执着 我今天那对众生的多好 去行善 这个也是多余的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 我们用一句话说 用不生不灭的心来布施 没事了 我今天布施十万 我也不要让人家知道啊 我不生不灭嘛 我的心是不生不灭 不争不灭 我也不希望人家赞叹嘛 是不是 我今天帮助人家有多少 连讲都不要讲 为什么 你的因果存在 我们不是因果的老板 我们不是因果的执行者 我们不够资格 去判断说 这个人会下地义啊 对不对 人家那个意见跟他不一样 这个人会下地义的 我就是 哎 像是一样的 我们在判断这样 所以不要管人家 对我们的看法怎么样 我们问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方法 同学们 方法正确了以后 我们就接近了真理 对不对 因为方法正确了 方法就是言尽一切下 通通放下 所有产生之间 都是多余的痛苦跟困扰 有个有个说 啊师父 我就知道 我也知道要放下 没关系 到最后这个 慢慢来 哎 女需要时间 还是顶客气也说过了 讲到最后 还是会回到原点 我就知道 不要执着 但是没有办法 拼不过去 没关系 我们需要时间 慢慢来 慢慢来 哎 是不是啊